看看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肉沫蒸豆腐 来 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香菇呢 放干的 鲜的 或者其他的各种什么 平骨膜呀 还有这个真膜呀 哪一种蘑菇都可以往里配 大家要记住啊 你要配蘑菇 就要配青椒或者尖椒 这个味好 东北菜当中的啊 有这么一个家常制作方法 怎么配都好吃啊 它可以配点带颜色的啊 胡萝卜呀 小米辣呀 吃小米辣就是带点辣味的啊 别给切太碎啊 像花生粒大小那个口感 看 这就麻油锅配好了 咱配上三个鸡蛋 我这是一块内脂豆腐啊 但嫩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跟咱们切那个麻辣豆腐那个块大小就行 掰这块好啊 蒸上八分钟 开锅蒸 开锅蒸八分钟啊 开锅蒸八分钟啊 三个全蛋 加上一点葱 加上一点姜 再加上盐 0.5克盐 那就可以 因为这个我们还要炒这个肉沫啊 肉沫酱往上面一浇就可以 味就都上来了 加上水 加上多少水啊 三个鸡蛋放上一两半水就可以 来 朋友们看一下啊 说豆腐味怎么要先蒸呢 就是让它热透 热透了 它能嫩 看看这蛋液啊 这么往里面一丟 好了 五分钟就蒸熟了 加上油 先把勺烧热啊 润一下 要求呢 叫凉油热烧 有热了 倒出去 重新加上油啊 这就是一种习惯 不倒出去也可以 但呢 炒肉不不太好炒 一炒成一个蛋蛋啊 炒不开 你看这能炒开 炒至一香味儿 放入葱姜蒜 香菇放进来 青椒淋出锅的时候再往里放啊 加入料酒 酱油 酱油 酱油呢 是大豆酱油 和生抽 各十四克 来 让它 这肉烘的红豆粗的 这就可以 加上炒 然后再确定一下 盐口 这个汁呢 让它熬的 让它烧咸一点才好 把这个 蚝油 加上 十五克 这个不用加味精了 这个味就是非常好了 再少加上一点汤汁 青椒 青椒 下进来 烧开 勾芡 淀粉 轮进来 叫淋上淀粉 淋上淀粉 都一个硬 油 油呢 略微多一点啊 这叫明油 来 看一下啊 稍微稍微 蒸的老那么一点点 我给它换一下容器啊 这个直接往上一浇也行 但是呢 有点过满啊 咱们再压呢 这个 最好 使那个小铁盆 看看 汁 浇到上面 哎 放着吃 味才放了 看看 哎 吃米饭 馒头 花卷 大饼子 什么都行 百搭 百吃不厌 我们啊 蒸豆腐 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一下方留言 谢谢各位观看